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以往的齋戒月 即是伊斯蘭曆的第九個月 成千上萬的信徒 都會來到尖沙咀這個清真寺聚集 祈禱和讀可蘭經 今年的齋戒月在上個月24日開始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 清真寺要關閉 對於在隔離營接受強制隔離的信徒 要遵守齋戒就加了重挑戰 在過去幾個月 超過一千個香港居民 因為疫情關係而滯留在巴基斯坦 由4月30日開始 特區政府陸續安排專機接載他們回香港 回來之後他們要入住火炭進陽村的檢疫中心 進行14日的強制隔離 由尖沙咀區警民關係組的人員 和清真寺合作 為隔離營的職員提供意見 協助安排可蘭經 清真認證的食物 地籍和其他物資等等 幫助裏面齋戒的信徒 度過隔離期 我感受到警察 警察在尋找食物 給我們的兄弟和姊妹 從巴基斯坦 我們不能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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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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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靈性 我們必須 飲食 食物 受隔離的市民 有部份是參與 油尖警區 補石計劃的年輕人 補石計劃 在2013年推出 為非華裔少年警訊會員 提供中文課程 和外展服務 17歲的嘉誠 在晉陽村隔離期間 拍了這條片 我前幾月回到巴基斯坦探親 就疫情關係 就滯留在巴基斯坦 那天晚上 透過和警察聯絡 才知道 有 包機回香港的後期 之後 就我搭那班機回香港 回到來 我見到文安隊和警察 很幫助我們 就安排了所有的食物 清真食物 又可蘭京 又幫我們安排了 我很希望 很快完成到 這一個14天的隔離 警察還安排了幾位 少數族裔警員 和保石計劃的義工 幫助從巴基斯坦抵港的居民 由接機 機場檢疫 到入住晉陽村期間 協助翻譯 運送物資等工作 我不覺得是工作 我覺得是一個興趣 和我是享受這一個過程 我會覺得你幫他 我不是要回報 我不需要回報 因為我只想他做一個好人 怎樣可以幫到香港這個社會 我想我在這麼多年裡 積落的很多很多的朋友 每一次我都會很尊重 對他們 他們都很尊重 對我們 這就是我這麼多年 對少數族的感情 我們一直都要討論 香港警察 都要討論 香港警察 都要討論 他們要討論 我們一直都要討論 在這段時間 過年 很多香港人 都要做法 是從警察 警察 都要討論 警察 我感受 這類類的關係 少數族裔是香港的一份子 亦都是香港警察重要的夥伴 我們會繼續攜手守護香港這個家